卫生局公布了这个第四波炸油不合格的名单 顶呱呱有两个分店又上榜了 嗯 刚刚顶呱呱的总公司 现在出面决定要将这两家 被验出酸价值过高的这个分店呢 都要先暂停营业 而且也出面来道歉 目前情况如何 连线请范馨宇来告诉我们 馨宇 好的 主播的观众 北市卫生局昨天才公布了第四波的炸油名单 顶呱呱有两家分店名列是不合格的名单之内 而今天呢 顶呱呱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决定 把这个锐光门市以及这个昆阳门市呢 即日起暂停营业 而下午的时候呢 顶呱呱也由总公司的副总出面 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我们来听听看稍早的访问 如果我们有造成 消费者的使用上的一个疑虑跟担心的话 在这一个地方 仅代表 本公司呢 向所有的社会大众以及支持 顶呱呱的消费者呢 至上一个千亿 虽然我们顶呱呱是一个非常本土的一个企业 我们的资源没有像这个其他的跨国企业那么的丰厚 但是我们在解决这个消费者使用安全的这个上面 我们是非常积极的解决 非常有诚意的 好的 你可以听到 顶呱呱是用这个高层站上了第一火线 强调他们虽然是本土企业 但在处理这个炸油风波上面 绝对不输这个跨国的素食业者 似乎言下之意有在和这个麦当劳PK的味道 而为了帮助这个自家企业跨过这个炸油的风波 顶呱呱也在丁天呢 吹出了这个有别于炸机的产品 就是手扒机产品 希望呢可以借由新的产品 来挽回自家已经损失的业绩 而顶呱呱这个部分是预估呢 大约这个手扒机推出之后呢 可以增加挽回大概两到三成的业绩 而消费者也是表示说呢 对于这个顶呱呱立即关掉两家 这个出问题的分店这个做法 表示肯定 顶呱呱方面也表示说 大约在一个礼拜呢 对于两家门市的初检的这个 呃报告就会出炉 到时候呢 两家门市会不会再重新开张营业 随时有最新消息 中间新闻也会为您掌握 把时间交还宝内 好我们谢谢星渝的连线报导 那么除了道歉之外 先也决定这两间的分店 要先暂停营业 来了解到底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一个状况